好,在下午的部分呢,我們就來講那個Picoball 那Picoball呢 這一片板子 這一片板子是國內做的 那原始,國外網站上它的Picoball是長這樣 在我那個簡報檔的講義裡面都有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是國外的,國外版的Picoball 原始的長相 然後國內有一家一登科技 那個台北的CAFE教育中心 他們有代理它的板子 那是國內做的 他們賣的稍微比這一家 我們現在手上這一家貴一點 然後一樣是四個感測器在上面 一個按鈕,一個光線偵測器 一個麥克風 然後一個滑桿 然後這四個是那個電阻測試的 就是有沒有導電的 這四個 那我們 國外的電廠還有這個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一個 這是國內廠商做的 那一樣有這四個東西 一個滑桿,按鈕 然後光線感測器 這裡有畫一顆眼睛 這一個真側光線 然後麥克風 然後不同的地方在這邊 這裡有兩 本來是四個這裡 變成留下兩個而已 然後這邊呢 另外兩個改成用電話線插座的方式擴充 好 那這個擴充有好處 這是我們跟大家建議的 就是 因為Aduno有很多感測器 你這上面只有四種 那如果我想玩其他的感測器的話 想要擴充 之前那個原版的不行擴充 可是這可以 好這個可以 那我有跟他 訂了一條線 那個 他那個短接線 是 我跟他做的 他也有在賣 好他這一邊就是 這一邊是他做做的那個電話操作 他自己也有賣感測器模組 那他的模組都做成電話操作 所以他另外一條線就是 另外一邊也是電話操作 好 那好處是方便不會操作 反正就是電話線那個頭操上去就可以用 那壞處是 他有做的你就可以用 他沒做的你就不能用 他現在感測器不超過十個 所以你就用的種類很少 所以 因為我們有在玩那個Arduino 所以我就叫他做這個線 把這一頭弄成杜方線 好 我們只要知道他的接角的定義 我就外面隨便買個模組 我通通可以接 好 所以這條線是我們叫他生產的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擴充那個Arduino的模組 在這邊使用 好 那我今天不會講到Arduino的模組 好 所以我們會先來跟各位講說這個要怎麼用 好 那各位就是直接把那個USB線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呢 插上去之後 你的電腦會去抓驅動層次 那我們的電腦驅動層次都裝好了 好 各位如果將來買回去要用的話 沒有驅動層次的話 他的原廠網站有 還有我分享給你們檔案裡面 Picocore這個 這裡有兩 這是原廠的驅動層次 這是我們這個MOTO DUNO 這一塊板子的驅動層次 兩次都可以用 如果你回去要裝才用 我們這邊就不用裝了 好 你插上去之後呢 你要去看你的連接部 所以我們到電腦的管理 去看你的裝置管理員 你才知道說他跟電腦通訊是哪一個窗口 好 管理員打開之後 你看一下你的設備 在那個USB的連接部這邊 把照樣型點開 這邊會出現 除了那個COM-1跟LPT-1之外 的另外一個 這一個就是他 所以你要記清楚號碼 我是用第10號窗口COM-10 請各位先看一下 你們的應該會跟我一樣 應該會跟我一樣 好 那 這部分各位應該可以跳過了 好 那所以等一下你要檢查的話 就到這邊來檢查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這時候你把你的Squitch 這邊就比較重要了 把你的Squitch打開 它的用法稍微注意一下 我這個網站上都有錄影 然後也有講義 在偵測這個地方點一下 然後這邊會有畫一條桿 下面這邊會有那個滑桿的偵測紙 在這個機目上面 按右鍵 顯示Squitchboard的監視器 這個把它點開 然後這裡就會出現一個監視器 然後我們剛剛是COM-10 所以你要把那個通訊的窗口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在這個監視器上面按右鍵 選擇訓練庫 然後選COM-10 然後看到有數字在跳 這樣就連接完畢 就可以用 我再講一遍 1.4打開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呢 選偵測 偵測底下有一個滑桿的偵測紙 這個機目上面按右鍵 然後顯示監視器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東西 這邊這個東西 你就按右鍵把它做連接 選到你剛剛看到的COM-10 如果你的選了之後還是0的話 那表示你的不是COM-10 請你去看一下你的中置管理員 好,請各位連接一下 這一片板子 是我們就是 如果小朋友要學兒童寫程式 學Squatch 然後又想學那個 好,你的 我分享的資料教材裡面 有一個計算內角 畫多邊形 這個是做教具 假使你要做教具的話 那我也稍微解釋一下 給各位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不要做這個 好,就不做這個 我們做那個互動性比較好的 玩遊戲的 好 這個就是 我今天用那個滑桿 我用滑桿來控制我要跨幾邊形 然後滑到最下面就是三邊形 四邊形,五邊形 一直到十三邊形 因為它是0到100 所以我把它除以10再加3 因為沒有兩邊形跟一邊形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它設定成可以畫這個 我執行一下給各位看 然後先把這個關掉 好 按綠起來 好,按綠起來 你看我滑這個滑桿的時候 那個幾邊形會一直跳對不對 滑到最下面是3 然後往上往上會到13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畫六邊形 我就把它調到6 好,調到6之後呢 我按按鈕 它就開始畫六邊形 然後它還會跟你講說 六邊形每一個內角是多大 然後 就是內角核是多大 然後每一個內角多少 它就畫出一個六邊形 好 所以它可以拿來做教具 會做什麼東西 互動遊戲都可以 這個程式也不難 也不難 只是說你要知道那個 那個內角核怎麼算 然後再去除以幾個角 就是它的內角這樣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九九成法 做什麼 做那個什麼應用問題 長多少、寬多少、面積多少 這個都可以做 或者是很多問題 用那個問答題的方式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做別的 好 我們今天做那個 做一個小遊戲 好 所以呢 我把它一樣打開 連接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飛機射擊遊戲 好 首先我把小貓換成飛機 所以你要新增角色 好新增角色 然後 就是那個交通工具 然後選一台飛機 然後小貓就把它刪掉了 好 選一台飛機 然後稍微把它縮小 好 縮小 好 那縮小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讓我們 就是我們滑桿在移動的時候 要讓飛機可以上下跑 好 那所以 各位看一下這邊有個滑桿對不對 好 我在移這個滑桿的時候 好 當我移這個滑桿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滑桿的數字 它是會變動的 有沒有 最底是0 最上面是100 好 從0到100 所以在 在硬體上面 它的數字就是0到100 好 在這個硬體上面 它的數字是0到100 然後呢 可是這個畫面 的高度 我們如果要調飛機的高度 那飛機要在上面飛 偏偏它的y坐標 這邊是0 好 這中間是0 那下面呢 下面是大概負的180左右 上面是正的180左右 好 所以我們要再 要把飛機 要讓它在這畫面中移動 就要從負的180 移到正的180 對不對 這樣知道 各位了解了 知道我的意思 本來是0到100 要變成在負180到正180 之間做移動 這個需要一點點 小小的試則運算 所以小朋友呢 他常常會問你說 老師我數學 學那麼多 到底要幹嘛 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會用到 我跟你講做這個就會用到 好 我先直接做一個 來各位看一下 我讓它一直重複 讓它一直重複 跟著我滑桿的 它的歪的高度 歪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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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座標設定為多少 然後我把它設定為滑桿的值 滑桿的值 在偵測這裡 好 這樣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讓飛機的高度 一直跟著滑桿的值來跑 好 好 那我現在按執行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 你注意看這個數字 跟它的位置 還有我動滑桿的地方 好 現在這裡的地方 我往上跑 欸 飛機是不是跟著我往上跑 好 當我滑到100的時候 飛機停的位置 飛機現在停的位置 就是Y等於100的地方 好 這次還沒有做任何調整的時候 是只有這樣子 好 只有它只能在這個範圍移動 那我們等一下會做調整 來各位先試一下 好 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飛機 可以跟著你的滑桿來移動 好 321 好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畫面 因為要兼顧那個 不能來只能看錄影的老師 所以只要這樣做 好 我們剛剛的滑桿 它的那個最小的值是0 最大的值是100 所以它只能在0到100中間移動 這沒問題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真實的 真實的畫面的狀況 最下面是負的180 然後上面是正的180 這是真實我需要的數字 對不對 好 我要從這裡轉換到這裡 你們覺得要怎麼處理 好 只用加減乘圖就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通常我們會先看比例 先看比例 這個0到100它有100的額度 對不對 然後這負180到正180 有360 所以我們通常要先把比例 先放放寬或縮小 讓它變成一樣的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 就是乘以3.6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要先乘3 3.6 好 乘3.6之後 0 乘3.6還是0 但是100乘3.6 變成 360 好 那現在這個範圍是一樣的 對不對 一樣的 那好 那我這個是0到360 然後可是我真正需要是 負180到180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再來呢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你要把它往下移 往下移就是用減 往上移就用加 所以我們就把它減180 對不對 減180 那360減180 是不是剩下180 0減180 變成負180 這樣沒錯吧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 所以 等一下就是要先乘3.6 再減掉180 這樣夠清楚了吧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切換回我們的程式這邊 好 所以只拿它來做 來做坐標的設定是不對的 因為它只能在這邊移動 那所以呢 我就要把它 再運算這邊 我先乘 這個是乘 乘號 乘號 我先把它乘以3.6 直接用打進去 好 乘完3.6的結果呢 要再減掉180 所以再拿一個減出來 把它塞到前面 後面再減180 這個不能包錯 包錯就 就那個刮號就刮錯了 誰先做誰後 做誰包誰要弄 對 小朋友常常會把那個 包來包去包錯 好 把它塞回去 好 當然我再按執行 好 你看喔 現在我在最上面 欸 飛機也在最上面 滑桿往下滑 欸 最下面 在最下面 飛機就在最下面 我在最上面 飛機就在最上面 我在中間 飛機就在中間 是不是剛好就在整個畫面的範圍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四則運算這麼好用 所以叫好小朋友 要好好的學習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準備一顆飛彈 等一下 在準備飛彈之前 我們有一個舞台 這個舞台的地方 就是你的背景 這個舞台背景 也可以新增 那在背景裡面 你可以匯入 它這邊有很多背景 那其中有一個是坐標系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下那個舞台的大小 你可以直接匯入這個坐標系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左右一百 左右 左右是兩百四 上下是一百八 就可以看到這個坐標 然後把不要刪掉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個那個飛彈 飛彈 那飛彈你自己畫也可以 找外面圖片也可以 那我直接用裡面的角色來做修改 好 所以我 所以我找 找一個籃球 找一個球 好 找一個球 然後呢 把它縮小 好 子彈讓不能比飛機大 好 縮小之後呢 我把它造型做一點改變喔 好 按編輯 然後直接用類似小畫家的功能 做一個火焰 然後塗一點顏色改一下 好 按確定 好 這樣就有效了 好 那這個 這個飛機 飛彈 飛彈一開始是不見的 就是看不到的 好 只有在我們按下按鈕 按鈕在這邊 就是那個紅色的按鈕 各位板子上面紅色的按鈕 現在是Force的狀態喔 好 你看一下 當我按下去 它會變成True 好 我去按 有沒有 它會從Force變成True Force變成True 好 所以 按鈕只有兩種狀態 好 按鈕只有兩種狀態 好 那所以我一開始 我希望它是消失的 因為我還沒按按鈕 好 所以我在外觀這邊 就讓它隱藏 好 所以飛彈一開始就會隱藏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那所以我要做一個程式 好 我要去重複的偵測 重複執行 如果按下按鈕 那個按下按鈕在哪裡呢 在偵測這邊 怎麼樣 偵測器按下按鈕 丟進去 好 所以如果按下按鈕 那我就要顯示 我就 飛彈就要出來 就要顯示 好 我把它直接接起來 好 所以它做 它一開始不見了 然後它就會一直在偵測 記得這個重複執行 千萬不要忘記 你如果忘記 它就只做一次偵測 然後就不做了 以後的按就都沒有效果 所以它要一直重複 不斷的偵測 偵測什麼 偵測你有沒有按按鈕 如果有按按鈕 我就出現 好 好 那我按鈕 好 各位看一下這樣的效果 好 我的飛機 不管移到哪裡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飛彈就會跑出來 對不對 飛彈就會跑出來 可是它現在是不管位置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給它位置 所以它的工作只有按下去 飛彈會跑出來 重新開始按下去 飛彈跑出來 好 一開始它是不見的 按下去 飛彈就跑出來 我們先做到這邊 等一下再來調整它的位置 好 等一下它要跟著飛機出來 不能自己從那邊出來 好 請各位 做一下飛彈 好 切換畫面 3 2 1 因為剛剛這個飛彈 我們並沒有指定它出現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就是一開始之後 我按了按鈕之後 它都會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那是因為你沒有給它指定位置 那一般飛彈發射的時候 它會在機筆前面發射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飛彈定在 飛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的飛機移動了 那你在按按鈕 它應該也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這是常理 好 所以我們就要在它顯示之前 要給它定一下位置 那定什麼位置 因為它要跟著飛機跑 所以就是把它的位置定在飛機的前面 好 那怎麼定呢 好 為了寫程式方便 我們先把飛機 因為它現在叫角色2 它叫角色3 好 所以這樣子比較不容易分辨 所以我把飛機的名字先改一下 好 你改好飛機之後呢 好 等一下它程式裡面就有飛機給你選 好 所以我先把名字改好 改好之後 我要去偵測 偵測什麼 偵測 角色誰的什麼座標 有沒有 這裡面就有飛機 那我程式是要寫在飛彈身上 所以我要點飛彈 把機部丟在飛彈裡面 好 所以要把它拉出 拉兩個出來 你要定一個 一個東西的位置 就要有它的X座標跟Y座標 那我現在要找飛機的座標 所以我就點飛機 所以這個就是飛機的X座標 飛機的Y座標 那所以我的飛彈要出現的地方 在動作這裡 有一個移到哪裡 有沒有 在顯示之前 我就要移到這裡 然後把飛機的座標塞進去 好這樣這樣就我的意思 所以現在我一執行之後 我去動 你看我的滑桿可以移動 然後我按紅色按鈕的時候 有沒有弄錯 好 Y座標 飛機的Y座標 飛機的X座標 飛機的Y座標 好 你看喔 當我移動的 不管移動到哪裡 我滑那個按鈕點下去 它就會出現在飛機的正中間 對不對 都會 不管我移到哪裡 只要我移按按鈕 它都會出現在飛機的正中間 那表示還需要一點點調整 好 那這種方式怎麼辦 因為它這個 所謂的飛機的X座標Y座標 是指那個飛機的中心點 那飛機的中心點怎麼看 你點飛機看它的造型 做一下編輯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造型中心 那平常沒有設定的時候 它是在中間 所以我們所謂的飛機的X座標Y座標指的 就是中間這一點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 在飛機前面 你把它點到這邊 那結果就不一樣喔 你看喔 直行一下 直行一下 好我移動 看有沒有 飛彈就出現在飛機前面 好這是第一種方法 好 所以你可以考慮 使用這種方法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不要動中心點 咧 我先把它射回來 如果你不動中心點 那就要改程式 好 那個火球的程式啊 因為這個飛機的X座標 跟飛機的Y座標 是飛機的中心點 那所以我就把它加一點 減一點 好 X往前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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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X座標往前加一點 好 給它加個 加個80 如果不對 你再調 好 那Y呢 Y要下來一點點 所以給它減個10 好了 Y座標減個10 好 再把它塞回去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調整位置 這樣的效果 應該剛剛的效果是類似的 類似的 按濾起 好 我一樣上下 然後發射有沒有 好 這太前面了 所以你看X不要加到80 再少一點 好 再少一點 好 加個50 就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一下調整 讓飛彈出現在飛機的前面 好 請各位做一下這樣的調整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讓子彈飛出去 3 2 1 好 子彈既然要 既然已經會出現了 那我們就讓它往右邊飛 往右邊飛 那子彈通常 往右邊飛 飛到邊界就要停止 對不對 好 就要消失停止 那所以我們就讓它一直飛 直到通到邊界 好 所以在控制這邊有一個叫做 直到什麼前 重複執行直到什麼 有沒有 直到什麼事情發生 那 所以我們就讓它重複的往右邊飛 那往右邊飛呢 有好幾種方式 你可以面向右邊 90度叫右邊 面向右邊 然後一次移動看幾步 那你也可以呢 直接增加它的X坐標 我就用直接增加X坐標 好 所以我就 那這個數字就是它的飛 那個飛彈的快慢 我先用個5好了 你就不對再去增加或減少 好 那我就一直增加X坐標 直到碰到邊界 好 那我去找碰到邊界 那都是在偵測裡面 碰到什麼 這個把它點出來 裡面有一個邊緣 好 好 那所以它會一直增加X坐標 會一直往右邊跑 那一直做到什麼事呢 做到碰到邊邊為止 那碰到邊邊為止 它這個層次就跳出來 就往下走 對不對 那我碰到邊邊 我就要讓它消失 所以外觀這裡就要把它消失 隱藏 好 這樣子飛彈就會不見 好 我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飛彈一顯示之後 就要往右邊跑 所以我把它放在顯示的下面 好 好 來看 好 那我按發射 飛彈就飛出去 然後到邊邊就消失 有沒有 好 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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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寫法 這種寫法在你的飛彈 還沒到邊邊之前 你再按就不會有反應 因為它一直在這裡執行 它不會再去偵測 你有沒有按下去 好 所以這個寫法是這樣 那如果你希望說 每一次按下去 都能夠飛彈再重新發射的話 那你就把它分開寫 把它分開 把這個分開 就是分開成另外一支層次 你就讓它一開始 就重複執行 好然後 我試試看 那個要有一個 發射出去 然後 就算我還沒到邊界 我也還可以一直按發射 你看 好 你一直按發射 它就一直跑出來 但是就 如果你還沒到邊邊 它也不管你 這是兩種不同的寫法 那也許你還可以找到其他的寫法 那這兩種效果不一樣 剛剛那個寫在直接連在這裡的 它是飛彈射出去之後 它一定要碰到邊邊之後 你才能再按發射 才會有用 好 分開的就是 你隨時發射都可以 這樣是隨時發射都可以 隨時發射都可以 但是還沒射 還沒跑到邊界的 它也不管你 好 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或者你要研究其他的寫法也可以 好 最難的就到這邊而已 這是最難的 來 各位試一下 可是它螢幕上不會有兩顆彈 飛彈多時 你的主角 那個2.0版可以做分身 這個1.4版沒有做分身 所以如果你要兩顆子彈 你就要再做另外一個角色 做兩顆飛彈 對 2.0版就可以直接用分身出去這樣 好 切換一下畫面 321 好 已經有正義的一方了 現在接下來是邪惡的一方 邪惡的一方呢 各位就自己隨便找一個角色 好 Fantastic 魔幻類的 好 Tunnel 好 因為它面向右邊嘛 你飛機在左邊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這裡有一條藍線 可以給它轉個角度 轉面向你這邊 或者你在程式那邊 你也可以寫說面向飛機 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那個 因為你轉過來 它會顛倒過來 所以 因為它目前是允許360度的 所以會顛倒 所以你把它改成 只允許左右轉 點一下 它就會變正了 好 那這樣子它就是 永遠是這個方向 那如果你不要在這裡做調整 你就可以用面向飛機 好 在層次裡面加這個東西 它就會一直面向飛 這樣子也可以 所以寫法很多種 好 那這個恐龍呢 不要那麼大 一樣把它縮小一下 然後恐龍要亂飛 亂飛 亂飛的話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運算裡面 叫做隨機亂數 這個隨機亂數 那恐龍要飛 給它飛的區域 也一樣是在畫面裡面 所以一樣它的Y 正負180 X要在正負180之間 所以我們就讓這個恐龍的動 它的動作裡面 這裡有一個滑行 這個滑行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限定的秒數裡面 它會走到這個坐標 那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讓恐龍可以 在整個畫面裡面跑 所以我的X坐標 就是要在正負180 Y就是在正負180 所以我就用電腦給它自己挑 我用亂數 把它丟進去 然後把那個頭跟尾限制住就好 X是正負240 我們給它一個範圍 讓電腦自己挑數字 這叫隨機亂數 所以這樣子它就會 電腦會自己挑一個數字 就自己挑一個坐標 然後在幾秒鐘之內會移過去 連這個都可以亂數 好 比如說1秒到 0秒到3秒 那0秒就是瞬間移動 對不對 那3 那而且那個滑行的距離越遠 比如說你現在在這邊 如果讓下一次決定是這邊 那這個是最遠的距離 那同樣距離裡面 如果秒數越小 它就移動的越快 秒數越多 它就移動的越慢 好 那而且它要移到那個位置之後 才會再做下一個步驟 所以我就讓它直接重複 做這個動作就好 所以它移到這個位置之後 它下一循環會再決定一個位置 再挪過去 在下一個循環也會決定另外位置 再挪過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執行的結果 反正這飛龍就會亂跑 而且方向也不確定 不知道它下一個頂要移到哪裡 然後速度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有沒有 反正就在這個範圍裡面亂跑就對了 好 那我們先做一隻 先做一隻就好 因為其他那個敵人會有很多個 那先做一隻 等一下再來複製層次就好 等一下再來複製層次 但是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很多隻會變怎樣 很多隻就是會這樣 他們會亂跑 你也不知道誰要跑去哪裡 因為每一個的位置都是亂數的 亂數決定的 所以它就比較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性 好 請各位把那個飛龍的 你的敵人的位置處理一下 讓他可以隨便自由的亂動 那亂動的方式很多種 我們這只是其中一種 你也可以面向哪一個方向 然後走幾步 都給它亂數 然後也可以用旋轉的移動 也可以用瞬間移動 都可以 你自己想辦法讓它移動 讓它跑來跑去就好 那目前我們都還沒有做互動 所以它即使被飛彈碰到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張藝萌沒有教他說 飛彈碰到要怎麼樣 所以他就不會做任何動作 我們都還沒有設計互動 所以現在就是只有 只有讓你的那個飛龍跑來跑去而已 先換一下後面 三二一 好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要做互動 那互動的話 那恐龍啊 如果被子彈打到要死掉對不對 那所以要有一點那個死相給人家看 所以我就一樣 我就在他的恐龍的造型裡面 我先複製一個造型 然後把這個第二個造型做一點編輯 我就用很簡單的隨便的 把它切開 然後噴點血 不要質疑老師的美術能力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是死掉的造型 這個是好的 這是死掉的造型 就現在有兩種造型 然後你再加錄個聲音 所以如果你要準備好麥克風 麥克風都插進去 那就可以錄音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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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就可以錄進去 這是死掉的聲音 好所以你準備了一個死掉的樣子 跟一個死掉的聲音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偵測碰到飛彈的部分 那 好 我就直接來做了 好 所以我呢 我的火龍 我一開始 因為我現在有兩種造型 所以我兩種造型的話 我一定要注意喔 你有兩種造型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要給它正常的造型 所以你的外觀就一定要切換到正常的造型 這個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你有那個隱藏顯示 你一開始就要決定好 你要隱藏還是顯示 有兩種造型的話 你一開始的初始值 就要給它正常的 好 現在是正常的造型 然後呢 我就要去偵測 如果我碰到飛彈 我就要去變成死掉的造型 好 那碰到飛彈 就是在這邊碰到什麼 好 我剛剛有講 這個飛彈現在叫角色3 不好分辨 把名字改掉 中英文數字都可以了 好 改了之後呢 這裡就會有飛彈可以選 就比較不會寫錯 如果碰到飛彈 我就顯示死掉的造型 所以你要切換造型喔 就切換到那個死掉的樣子 這個是死掉的樣子 然後切換到死掉的樣子之後 你要消失 就是看不到就代表死掉了 好 所以就要消失 消失就是隱藏 那可是這個速度很快 你一切換到死掉的樣子 就是馬上就隱藏 這個時間不到0.01秒 所以 眼睛來不及看到 所以要等待一點點時間 你可以等待一點點時間 比如說0.3秒 好 或者是利用這個空檔 乾脆就去播你剛剛的聲音 剛剛是我死人的聲音 所以我就用聲音播放的錄音 這個是我死人的錄音 那聲音播聲音有時間 所以我就把它取代掉 這樣也可以 好 那這件事情呢 要重複一直偵測 所以不要忘記重複喔 好 所以目前它一開始 它會是正常的造型 然後它會一直偵測 如果我碰到飛彈 我就要切換成死掉的造型 然後再去播放 啊我死了這樣 然後死 我死了播完之後 它就會隱藏就會消失 就好像是死掉了一樣 好 那可是還沒結束喔 你現在只有一隻 那你死掉了之後 就很game over的 那就沒辦法算了 對吧 因為它沒有再出來 所以我呢 為了下一輪 為了下一輪繼續要再玩 我就要讓它再出現 所以在外觀這邊 又要再顯示 但是在顯示之前 死掉以後馬上又顯示 這樣敢不太快 對吧 所以要怎樣 等待一點點時間 這個時間一樣可以用隨機亂說 因為你現在只有一隻 但是等一下你可能有好幾隻 所以我們就等待這個 一秒到三秒 還是一秒到五秒 就可以 然後就讓它顯示 好這樣子就會重生 就是它死掉之後 在這幾秒之內 它可能會再重生 那重生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它的位置 因為它這邊還是一直有在執行的 所以它的位置還是會亂跑 即使它死掉隱藏了 它還是會在那個 後台那邊亂跑亂跑 所以下次跑出來的位置 不會在同一個位置 好 然後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既然有顯示有隱藏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顯示 要不然呢 你下次再按開始 它已經不見了 就不會出來 好 好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 好 直接放成大畫面 等一下 沒反應 沒反應嘛 這樣就一定有問題 對不對 好檢查一下 如果碰到飛彈 飛彈沒錯 切換到 看起來應該是沒錯的 這樣就不正常 好 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我們會把它存檔 存檔再重開一次 好 再去試一下 沒打到 好你們先試一下 看看問題在哪裡 所以接下來我們做大絕 就是這個聲音 數字越大 就是飛越大 所以我們把這個按鈕就拿掉 我們改成 就把它改成去偵測這個聲音 那偵測聲音什麼時候要出來呢 當聲音比如說大於80 我平常講話不會超過80 所以我要發出一個很大的聲音 大於80它才會生效 所以我要用運算 運算這裡有大於小於 你把它放進來 然後聲音的偵測值在哪裡 一樣在偵測的地方 這裡有什麼的偵測值對不對 選聲音 選聲音 把聲音拉過來 然後呢 拉過80 那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剛剛有播那些音效 那個什麼螺石的發射 那個會不會超過80 如果會的話 就會有干擾 那不然我再90好了 等一下你試試看 所以那個啟動的部分 就會變成由聲音來啟動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都跟那個 跟那個飛彈發射是一樣的 那我來試試看 這個是小飛彈 發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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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如果要出大決 發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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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在遇到飛彈才會死 對不對 那如果你現在遇到大絕招 也要死的話 那你就要再加一個條件啊 那條件這邊 它有一個或 有沒有 什麼或什麼 那兩者其中一個發生就可以 所以我就把這個碰到飛彈放進來 然後還要一個碰到大絕招 所以我複製一個 然後改成碰到大絕 所以這兩種情況它都會死 把它放回去 好 這樣子就不管那個龍是碰到飛彈 還是碰到大絕都會死 好 那所以我再把它複製一下 好 來 入王一下 小飛彈 發生了 好 我要死了 啊 發生了 發生了 啊 發生了 啊 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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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打絕的 發生了 好 來 各位試一下 好 那這個光線的部分 就是剛剛那隻眼睛的部分 那你跟它遮光呢 遮得越多 它數字越小 不遮或者是用手電筒去照 它數字越大 好 那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我們先把背景改一下 這個舞台的背景 剛剛是用那個坐標嘛 那我現在把坐標刪掉 我去匯入一個那個真實的場景 大自然 好 樹齡好了 好 把這個救了不要 好 那這樹齡 這個是正常的光線 在外觀這邊 這邊有一些特效 那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亮度 好 亮度的特效設為多少 你把它拉出來 那你可以先試一下 正常的情況下 這個照片的亮度是0 所以你點兩下它沒有變 可是如果你用100 點兩下 哇 就會亮的不得了 那50 就這樣 有點曝光 就是大周母這個樣子 那如果用負的呢 負的50 好 它就會變很暗 對不對 那負的100 好 就會伸手不見五指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亮度特效 它是可以設定亮度的 那 我們如果想要讓這個遊戲 比如說 小朋友玩遊戲 會喜歡躲在棉被裡面 偷偷玩對不對 那你躲進棉被裡面之後 亮度不是就會變暗了嗎 那我們就環境要隨著變暗的話 或者是說 越暗 敵人跑得越快 那個都可以做設定 好 好 那所以我就讓 讓我的畫面 我現在是在舞台喔 所以你程式寫在舞台上 讓我的舞台就是 重複的執行去點它的亮度 那這個亮度呢 我要用光線的偵測值 好 光線偵測值 那所以偵測這邊 就把那個光線的偵測值拿出來 可是這樣子會太亮 因為我現在是75 那75如果執行的話 是太亮 亮的太過火 所以我們就做一點加減乘除 那你剛剛那個 剛剛的例子 大概剪個 就把它剪掉75好了 假設現在就是正常的光線 好 那你現在執行75是正常的 然後我如果去 去遮光 好 現在來遮光 遮這個眼睛的地方 好 你看我遮光 欸 環境就會變暗有沒有 就會比較有那個臨場感有沒有 就會比較像有臨場感 那這個就是就可以 把光線用在這裡 那當然你不要用這邊也可以啊 你把那個光線這個數字 拿來做一點計算 好 也許你可以把它 放在火龍的移動速度 欸 火龍 對 火龍的移動速度 它不是 呃 這裡嗎 這是它的移動速度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那個數字 拿來做一點面算 擺在這裡 好 那它就會 欸 可能在黑暗中 它會跑得 夜行性動物會 跑得比較快 好 或是 或是你的 欸 怎麼樣 會 在大絕 大絕在晚上不能發 或怎麼樣 就可以自己去做決定 好 所以這個是光線的部分 各位可以試一下 在舞台 舞台這邊 把亮度做一點調整 那或者是做別的效果 那我把其他的東西一起講完了 那比如說 比如說你現在 你 通常遊戲都會有計分 那有計分的話 我會習慣把那個初始值設定 放在舞台 好 所以你要計分就要有變數 所以我要產生一個變數 好 產生一個變數 那產生一個變數之後呢 當然一開始要有預設值嘛 對不對 好 預設值 一開始我就把它設為0 好 一開始設為0 那其實放在哪裡都可以 好 但是 因為計分我就把它放在舞台 好 那可是要加減分的時候 加減分一定是在火龍或在飛彈身上 好 因為火龍遇到飛彈會死掉啊 死掉才加分啊 所以我就會把分數計算放在火龍身上 那所以在它死掉的這一段裡面 我就要放一個加分的動作 所以我就把分數的值增加多少 這一個放進來 好 放在它飛 就是碰到飛彈的地方 那你一直要加幾分 這邊就可以決定 比如說可以加一千分 好 小朋友很喜歡加一億分 好 那很多人這樣 好 那就擺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到這邊就會有個分數 好 那打到就會加分 好 那同樣的道理 我也可以讓飛機有一個健康指數 好 健康指數 那如果碰到火龍 我的健康指數就會往下掉 那掉到零呢 你另外要做一個 偵測那個健康指數 有沒有低於零 如果低於零 你就要Game Over 好 都是同樣的道理 好 同樣的道理 那這個部分就 我們就大概這樣子講 好 所以 各位同 各位老師們就 我們現在下午的不到兩三個小時 時間 我們就做好一個遊戲 發射了 我死了 死一隻一千分 你看 發射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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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發射了 我死了 你看 這樣就很好玩對不對 好 所以 很好玩 又很簡單 今天下午的課程 來 各位再試一下吧 來 各位再試一下吧